很难想象 眼前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 埃及国家博物馆 竟然是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玛丽埃特建立的 埃及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这看不透的金字塔内部 神秘的法老穆乃伊之谜 当然还有很多诡异的传说 这些有着无数戏剧色彩的东西 也许能满足你所有的好奇心 现在我已经来到它的身旁 那今天我们就一块穿越 这五千年的埃及文明 去探寻这个古老的历史 你看 进门处就有两尊雕像 有人说这是著名的埃及延后 当然也有人说 它是埃及的爱情女神 那到底是什么呢 在还没有进入博物馆 就给大家制造了一个 无法考证的谜团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上的博物馆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看来大家都是跑到博物馆里面来寻找答案的 周围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雕像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木乃伊的上面的那块盖板呢 这些人物栩栩如生 那这些雕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 我觉得能进入到这个博物馆的东西 应该至少都有四五千年 而且很多应该都是镇馆之宝 你看旁边这些巨大的石棺 它展示了当年如何把它进行一个闭合 而这里面竟然还有一具法老或者说是木乃伊的棺木 这些都是石棺 这里面竟然进入到了某一个电影的场景一样 特别的震撼 这与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那是截然不一样的 哇哦 你看这里有两个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头 这可是当年金字塔最顶端的一个塔尖了 这文艺圈全部都是金文 现在他们就已经搬到了这个博物馆里面 那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只有两个呢 这不是三个金字塔吗 还有一个保存各位完好的 现在就放在大英博物馆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眼前的这两尊雕像 左边的这一位就是第十八王朝的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 是不是很震撼 那他可是图坦卡蒙的爷爷 旁边是他的老婆 就是太一王后 据说这个太一王后 她其实是一介平民 但是最后却嫁给了法老 算一算 他们两人的爱情到现在都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这是不是有点像灰姑娘的故事呢 他们俩可以说是整个博物馆里面最大的雕像了 很多的雕像都可以亲密接触 随便的触摸 所以有一些已经被摸得光溜溜的了 就像是被打磨了一样 来 我也与法老亲密接触一下 五千年的穿越 近距离的触摸 很难想象 如果在四千多年以前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 也许早就被拉出去 处决了 你看 这一位法老 他站在中间 左右两边被死神阿鲁比斯 还有赫鲁士神 单手扶着逃步 这是在为法老保驾护航吗 这完全算照一比一的比例 雕刻出来的 特别的厉害 那也希望法老为我保驾护航 你看在这个柜子里面 有很多的工具 有斧头 钉子 针子 铁锹 这边还有夹钳 这是 锯子吗 我记得这个锯子 不是鲁班发明的吗 看来 这个埃及人早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 这应该是古埃及人的武器吧 现在虽然是秀技斑斑 但依然看上去 特别的威猛 你看在这个石头上面雕刻的绘画 这牛还镀了金的 上面应该是赫鲁士神吧 他就守护着这封牛 这应该是代表着一种丰收 或者说是一种喜庆的象征吧 你看这个人物 是不是特别的抽象 就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他的上半身很纤细 而下面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象腿一样 那根据可查的资料就说 他是得了一种怪病 就是大象腿病 从腿开始就肿胀的跟大象一样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边是大名鼎鼎的阿蒙霍特普四世 也就是图坦卡蒙的老爹了 你有没有发现 图坦卡蒙与他的老爸 好像都比较不幸 一个得了怪病 一个很早就过世了 你看在这个玻璃柜里面 放了几个头像 他们的后脑都特别的长 这和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头颅 完全不一样 这感觉更像是外星人的套路 这不知道当年的这些人 他们是真的看到过外星人 还是说真的就源自于自己的想象呢 你看这个木乃仪的光谷 它镶满了黄金 而且还层层的珠宝进行过点缀 真是五彩斑斓 那这种艺术的服饰呢 即便是现在 我觉得去到巴黎的时装秀 应该都是最亮眼的吧 稍微坐一会儿 你看我后面的这种雕像 那边是埃及最著名的女法老 哈特·谢普苏特 那这一位法老 她也是最有权的一个女法老 而且在她的认知期间 可以说是修建了大量的 比较精彩的那种建筑 你看她的面部 这下面是有胡子的 那一个女法老 为何要特意的留胡子呢 这当然也表示着 她要像男人一样 具有力量吧 而我个人觉得呢 她好像有一些不太自信 你看啊 神呢赋予了性别的属性吧 也就是男女平等 那光明美落地去称帝 有何不可能 为何一定要通过整容 来获得自信呢 你看 她的头部啊 好像缺少了什么 实际呢 是被人下令砍掉的 这人是谁呢 当然也就是她的妓子 图特摩斯三世下令 破坏的 在女王掌权的时候呢 这个图特摩斯三世啊 其实没有实权 所以岁月啊 让她无比的羡慕嫉妒恨 直到女王故事以后呢 这个图特摩斯三世掌权以后 才下令啊 将女王所有的东西 进行涂抹和破坏了 这里有一尊保存非常好的缩小版的私生人面像 整座雕像啊 你看非常的生动 完全是还原了人物的神韵 而她的尾巴到头部啊 虽然缩小了比例 但这个做工啊 丝毫没有缩水 其实像这种类型的私生人面像啊 她有很多 而且长相还各不一样 据说呢 这就是阿蒙霍特普四世时期的时候修建的 也就是图坦卡摩 他爸那个时期 这边是一个私生人面像的俱乐部吧 你看 从她的面像来看啊 有点像是一个小孩 这一尊私生人面像 其实挺霸气的 不过她的眼球啊 好像是被破坏了 不知道是哪位法老 这个玻璃柜里面的两个人啊 都是那种高大威武的 就像是蜡像馆里面的那种人一样逼真 你看 他们抬着什么东西啊 正在往前走 身上呢 并没有武器 我感觉应该是随从 或者说是仆人吧 这个中间的区域啊 是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吧 其实这里随便拿出一个都算是精品了 不过这个作品啊 会常常出现在很多的历史宣传之中 你看 这里面坐了两个人 他们颜色的反差极为鲜明 而这两个呢 并不是法老和王后 而就是普通的平民 你看这男的啊 他身上的肤色呢 非常的黄 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吧 被太阳晒的 你看他身上的细节 右手握着拳放在胸口处 这应该代表着忠诚和力量吧 而女子呢 应该是在家里面当主厨 所以比较白 但她脖子上与手上戴的这个装饰啊 颜色仿佛就像是刚刚上过的 并没有消退 而这个女子的右手呢 她并不是握拳 是打开的 这又代表了什么呢 应该是包容与爱戴吧 而这两尊雕像啊 最精彩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的眼睛啊 就是说是水晶做的 而且这几千年的时间过去了 仍然是栩栩如生 如果用光线照射的话 还会发亮 这可以说是吧 古埃及文明中 这个普通人家庭的生活状态啊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 刻画到了极致吧 你看 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啊 有一个人 她呢并不是法老 也不是贵族 而就是普通的一个平民百姓 她的名字叫做 Sated Scriber 也就是抄写员吧 她记录了当年的 各种食物的储备啊 还有法律官司啊 日常各种生活 所以呢 大家都很尊敬她 以至于现在的埃及的 那个纸币上面啊 还有她的头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就发现了 这个200埃棒 上面的这个人呢 就是她了 打对比一下 所以 如果你来埃及的话 发现这个200埃 上面的这个人呢 也就是埃及博物馆的 这个抄写员了 这个人物拿着木棍 好像很淡定的 在往前走 全身啊 都是木质的 你看她的神韵 是不是就像真的一样 当然啊 她也是很出名的 很多人把她称作为村长 那为什么要叫村长呢 因为在最开始挖掘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 出土以后呢 她跟村里面的村长 特别的像 于是呢 就把村长叫过来 进行对比 结果村长一看 哎 我怎么跑到木里面去了 结果后来呢 大家就把她称为村长 当然 不管这是不是村长啊 但是你看她这个体质方面呢 微微鼓着肚子 自信地看着前方 这不正是中年男子啊 该有的形象吗 而且她的眼睛啊 也是用水晶做的 你想 如果在夜晚到木的时候 打着火把 进入牧室里面 发现这个人啊 眼睛会发光 就像活人一样 那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呢 真是可以 以假乱真的 很难想象啊 这种木制的作品 竟然放了几千年以后 都没有腐朽 难道 埃及的弟弟 真的是蕴藏了 无限神秘的能量吗 这里面放了两个很小的雕像 应该是一对夫妇吧 很特别的是 这个男的盘着腿 坐在石凳上 女的呢 扶着他 两个人看上去很恩爱 那你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男的呢 好像很矮 而且皮肤呢 很凹黄 就像是一个猪乳一样 下面应该是 他们的孩子吧 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 应该是故意把这个男的呢 弄得很矮小 坐在石凳上 而他的老婆呢 其实是一个公主 会时刻的保护着他 那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古埃及人啊 他们对家庭的包容 不会因为他是个猪乳 或身体有缺陷呢 就瞧不起他 你看那下面的孩子啊 我刚才还以为 他在比种子 我们都知道啊 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呢 就是胡夫金字塔 那胡夫他自己的雕像 有多大呢 你看 这玻璃柜里面啊 有这么小一个人 这就是胡夫啊 他本人的雕像了 这么一个小物点 一个建造了世界上 最大的金字塔 竟然他自己的雕像呢 却只有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很神奇呢 所以结合到前几天啊 我们去看的 胡夫金字塔的内部 那些错综复杂的秘石 你再来看现在呢 是不是那些秘石 就是为胡夫的灵魂 准备的呢 这就是卡弗拉法老 自己的雕像了 是不是还蛮壮硕的 那这个卡弗拉呢 就是胡夫的儿子 也曾有人说呢 是胡夫的兄弟了 那在吉萨金字塔群中呢 他修建的 就是中间的那一座 也可以说是 第二大的金字塔吧 这尊雕像的正面 看上去呢 好像很普通 但最独特的秘密啊 就隐藏在他的背后了 来我们钻到后面看一下 你看他头后面 有一只老鹰 正面看着啊 虽然是被法老的帽子挡住了 但这也说明啊 法老虽然看不到后面 但是有老鹰呢 可以帮他注视着 后面与周围的猎物与危险吧 这是不是有点像 你们给我小心一点 别以为我看不到后面 其实呢 我是有眼线的 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啊 就发现呢 这应该是卡弗拉法老 唯一的雕像了 那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啊 在他所在的这个朝代当中 难道没有为他修建过雕像吗 又或者说是在后来的王朝当中 被破坏了呢 再来看一下 胡夫和他儿子之间的对比 看来还是他的儿子啊 更受欢迎一些 这里面啊 是第一座金字塔的法老 佐塞尔的雕像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一尊座像呢 可以说是最早的法老的雕像吧 而且还完全算照真人啊 一比一的比例来修建的 我站在这里啊 来对比一下 那我的身高呢 大约是一米七七左右 而这个法老 看一下是不是传说中的巨人 好像他是要高一些 我现在啊 就与五千年前的法老 一个玻璃之隔 从这里看过去啊 他的眼睛啊 很深邃 不知道还有什么未知的秘密 没有告诉给我们呢